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Mind的学院 本节课咱们继续安卓高仿大众点评网下面的一个讲解 那么在上级课当中我们实现了基于我们程式列表的一个显示 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对这个列表进行一下滑动事件的一个监听 也就是我们根据我们右边字母的一个索引来选中对应的一个程式 那么在上级课当中我们是把从服务端获取的一个程式列表 按照索引位置给它分类 那么在本节课当中我们会根据在右侧出现的字母索引来选中对应的一个程式 好,我们来到代码当中 那么本节课呢我们会针对我们刚刚写的这个seaterbar去做一些处理 那么咱们在写这个代码之前呢先去分析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去实现它 首先大家可以来到我们seateractivity 因为这是我们要显示的一个程式列表的一个页面 那么它所对应的这个布局当中 在这个程式的右侧我们已经有了对应的一个seaterbar 也就是自己绘制的一个自定义view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根据我们点击的一个位置来传入对应的一个索引字母 你比如我要点击我的手指触碰住这个key的位置 我们就要把key所在的一系列的程式在我们左侧这个listview当中显示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大家肯定会能想到我们肯定要对这个seaterbar去做一些监听事件 也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个滑动做一个处理 那么在我们触摸咱们右侧的这个seaterbar的这个自定义view的监听事件当中 我们做哪些事情呢 首先我们肯定是要把我们触碰住的对应的一个字母索引 传给我们listview 让它根据咱们这个字母索引去显示对应的一些程式 好 思路呢咱们总结出来之后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写一下对应的代码 那既然咱们要有一些监听事件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给这个seaterbar去添加一些监听 对吧 好 好 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先给它添加一些监听 那么我们先给它写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呢就是定义咱们的一个监听事件 好 public interface 咱们叫做untouch later changed listener ok 在我们这个接口当中呢 我们给它定义一个抽象的方法 咱们叫做public void untouching later change 并且呢我们在这里面 给它定义一个stream类型的s 这个s呢其实就是咱们传入的一个字母索引 至于咱们对于这个方法怎么做一个具体实现呢 后续呢咱们再去表述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肯定要对这个接口呢进行一下实践 也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定义一个设置监听的一个方法 比如我们叫做public void setuntouchinglater changed listener 同样呢我们在这里面去传入一个值 这个值呢正好就是我们这个 untouchinglater changed listener later change listener这个接口 ok 我们在这个属性当中给它声明出来一个 监听事件 比如我们provideuntouched changed listener 咱们就叫 later changed listener 定义出来这个监听之后我们对这个里面呢就直接使用 this.later changed listener呢就等于咱们回调出来的这个untouchinglater changed listener 好定义出来咱们那个监听后续我们就要对它进行一下实现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对这个touch事件做一些分发 所以我们给它重写一下 dispatch touch event ok 那么大家对这个分发的这个touch监听事件呢应该不会陌生 这里面呢 touch监听 这里面我们会根据这个event当中的一些动作去做一些处理 那么这个动作当中都有哪些呢 那么我们经常使用的这个动作呢都会被封装进我们的motion event 这个对象当中我们要进行使用的时候呢就从这个对象当中进行动作的一个获取 那首先呢我们先去定义一个final类型的 比如我们定义一个int类型的action 那这个动作呢我们就先从invent这个事件当中调用它的一个action对象 我们先去获取这个动作 ok啊我先把这一行移到上面来 那么我们拿到获取对应的动作之后 有了这个动作 我们就可以拿一下我们当前这个动作所点击的一个屏幕位置 大家来想一下 我们点击这个屏幕的时候 其实我如果要点击h 那么这个h坐标是不是在我们屏幕当中 它所占有的一个具体的一个y轴的坐标位置是固定的 所以呢我们就先拿一下它当前的一个位置 final类型的 比如我们定义一个flutter y 我们就等于从我们的这个invent当中 调用它的get y 值 获取咱们y轴的一个位置 那么这就是我们点击的一个y坐标 有了咱们这个y坐标呢 点击获取我们到底是拿到哪一个字母索引 你比如我们点击e 我要拿到对应的这个e的字母索引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获取对应的一个字母索引 那么怎么去获取字母索引呢 肯定是从咱们这个seedbar的这个数组当中进行获取 而seedbar的数组获取它里面的一个数据 是根据它所在的一个索引位置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根据索引位置来进行获取 那么首先我们先定义一下咱们当前的一个索引位置 比如我们等于c吧 其实我们拿到了y轴的坐标 除以我们整体的一个宽度 比如我们的get hint 因为我们定义的seedbar就是拿到我们屏幕的一个get hint的一个总体长度 所以我们Y直跟我们get hint做一个比较 并且乘以我们seedbar当前数组的一个length 那么它就会根据我们当前数组的一个长度来获取当前数组的一个下坐标 当然这个下坐标呢是一个大致的一个下坐标 那么大家咱们选中一个城市的时候 其实只需要拿到它附近的一个位置即可 所以我们把它整体的转化成一个int类型 ok有了咱们这个c 也就是破取点击Y轴坐标 所在总高度的比例 让它乘以咱们数组的长度 其实就是啊 等于咱们数组中点击的字幕索引 ok有了咱们这个c 接下来一切事情就比较简单了 比如我们进行一下便利 如果拿一下我们当前的action 因为我们的一个action就是我们当前的一个获取咱们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动作 来进行比较 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当前这个页面当中 当我们手指按下屏幕的时候 它执行的是action down 当我们手指抬起的时候执行的是action up 当然滑动的时候执行的是action mode 那么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除了我们action up之外呢 其他的都来响应我们当前的一个城市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分析完了之后呢 就可以做一些操作 你比如我们先给它拿一下 如果我们motion event 匹配住了我们action up 也就是我们手指抬起的时候 我们首先给它设置一个背景颜色 比如我们site background resource 这里面我们给它一个背景颜色 抬起的时候我们给它的一个透明色 我们使用android r文件当中 定义好的一个color色值 叫做transparent OK 那么定义完这个色值之后 我们让它应用起来 所以我们调用咱们的invalidate 好 除了我们action up之外 其他的所有位置我们都给它玩成default 并且呢我们让它的一个效果 在我们按下以及滑动的时候 它的一个背景颜色发生改变 那么我们刚开始就要设置它一个背景颜色 set background results呢我们使用二点 drawable 我们已经在自己的drawable文件夹当中 已经定义好了一个set bar的background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background当中我定义了gradient 以及conor的一个圆角坐标 好 首先定义它们之后呢 我们后续可以看一下它所显示的一个效果 在这里面我定义了个end color以及start color 它们所在的颜色值其实是一样的 并且呢我们对它的一个角边距呢 已经做了一个圆角的处理 好 我们回到代码当中 除了设置我们的背景之外呢 我们还要做一个重要的事情 继续一个判断 并且当我们laysan的对象 不等于空的时候 因为它必须要响应我们当前那个laysan的对象 我们就让这个laysan的对象 要用它的untouching laterchange的方法 里面传入咱们的一个数据即可 并且这个数据呢 就是从我们cdbar数组当中 根据它的一个下坐标 也就是我们的c值坐标进行获取 最后呢我们可以在最上面 我们给它定义一个truth选项 以防我们后续再进行使用 比如我们定义一个int类型的truth 选中位置 同样你要选中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进行一下复制 比如我们对这个里面的truth 用我们的c值进行复制 最后我们使用一下应用 调用我们的一个invalidate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default方法 有了我们cdbar的这一系列的监听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需要在cdactivity当中 去执行这一系列的监听 而执行这一系列的监听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怎么样让它响应的是一个cdbar 而不是响应我们当前的一个list view 所以我们就要将cdbar当成它的一个属性值进行传入 所以我们刚开始定义咱们cdbar的一个属性 比如我们就叫做cdbar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对我们cdactivity这个页面呢 来实现我们cdbar当中的一个监听实践 就是我们赛堂touching later change the listener这个监听 那么怎么去监听呢 我们就让这个activity直接去实现我们当前的一个接口 咱们的接口定义的就是untouching later change the listener 好 它自己会实现里面的一个方法 我们就让它实现掉 OK 这个方法已经实现 一会儿呢咱们对这里面的一些内容进行要处理 我们想要实现这个监听呢 必须对我们这个cdbar起作用 所以我们要对这个cdbar对象 设置它的一个监听 比如我们set on touching later change的方法 好 在这里面我们就要传入一个listen对象 并且我们已经让当前的activity实现 所以我们直接传入listen这就是给自定义view cdbar设置touch监听 那么有了这个监听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需要对我们这一个监听的方法进行实现 那么这个监听的方法实现起来也比较简单 我们今天的方法其实在这里面就需要找到listview中 咱们这个listview当中显示的都是一些城市 我们只需要拿到当前到底显示的是哪个城市 所以我们listview当中显示的索引位置 也就是选中的索引位置 所以我们使用的就是listdatas 这个listdatas就是我们的一个listview 咱们setselection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索引位置 那么我们的索引位置怎么拿到呢 这时候我们就要根据我们传过来的s来找到对应的索引 所以我们在下面封装一个方法 咱们就是根据s找到对应的s的位置 那我们起一个方法名字咱们就叫做public int 这个类型的fandindex肯定要传入一个stream类型的s 那我们传入的这个stream类型的s在哪进行寻找呢 所以我们把这个数据源list集合 包括里面传上的一个ct对象也给他拿到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list集合 好 有了咱们这个传入的参数之后呢 我们进行一下判断 首先我们要保证咱们拿到的这个list集合 不等于空的时候 在不等于空的情况下的 我们再进行一下for循环便利 当然我们便利的是咱们的一个list集合 所以我们拿到的是list的size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首先我们把它里面存放的一些ct对象给他取出 这些city呢都是通过我们list 根据咱们的所有位置i进行取出的 拿到了ct对象进行一下比较 根据city中的sort key 大家还记得咱们的一个sort key 其实就是咱们的一个字母锁引 我们让它对比我们的一个字母锁引进行比较 好 if 如果咱们拿到的这个s equals 等于我们ct对象 调用它的getsort key 也就是我们拿到的这个s锁引呢 正好是我们ct对象的一个锁引 我们就把当前的一个i值给它也返回 那么这时候我们拿到的就是一个准确的i值 那么除了这种情况呢 如果我们的一个list集合 它等空的时候 也就是一个else 如果list集合为空呢 我们就给它toast一下 比如我们调用toast.makeTest 当前上下文对象this 咱们给它提示一句话 叫做暂无信息 duration呢 我们使用toast.lengthsort 最后不要忘了咱们的一个收入方法调用 好 这是咱们的iose 当然如果你真的找不到呢 我们也让它返回一个值 比如我们让它返回 这个position呢 咱们就可以直接调用我们的finding.death进行找寻 好 list集合就是咱们的一个city list s值呢 就是咱们传过来的s 这样的话 untouching later change的这个方法呢 就会根据你传入的这个s值 去找到咱们这个list集合当中的一个索引位置 进而 咱们确定在listview当中 到底显示选中的是哪一项 好 我们把这个项目运行一下 来 我们点击 我们点击之后 它报了一个错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错误 OK 报的是一个空止的隐藏 那么costby是咱们出现错误的一个位置 我们看一下 create方法57行 seedbar在调用的时候 我们声明了是不是没有给它进行一下 注解的处始化 对吧 所以我们给它进行一下注解的处始化 咱们这个注解呢 使用的是voinject 咱们使用r.id.statebar OK 那么咱们再来运行一下 来 我们运行起来 点击 来到我们一个定位程式当中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点击l 它是根据我们的一个l程式 点击n 我们也会拿到当前的一个程式 点击g呢 也会拿到咱们当前的一个程式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对它进行一下优化 那么return的这个值呢 我们直接给它改为处 直接响应 那么咱们再来运行一下 OK 我们点击安阳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也是随着我们当前滑动的一个事件 来拿到我们当前的一个效果 并且我呢 手指停止滑动的时候 它其实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背景颜色也在发生变化 在我们的左上角和右上角 包括左下角以及右下角 其实都有一个圆角的一个变化 好 我们松开的时候 它会随之将背景颜色进行一下改变 这是我们在seedbar 这个switch case当监听当中进行处理的 当我们抬起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设置为透明的颜色 如果显示的是一些其他动作呢 我们就使用我们seedbar background的这个 圆角的一种效果进行呈现 并且在这里面 我们拿到对应的一个数值 传入即可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比如我点击g的时候 我们来到的就是g锁引所在的一些城市 加姆斯 江因 济南 我们点击m的时候 来到的就是m所在的一些锁引 当然它出现的都是大致的一些锁引位置 对吧 并且我们在滑动过程当中 它也会跟着我们所选择城市的不同 而进行不同的一个滑动 好 这就是我们本节课当中给大家所带入的一个滑动的一个事件 那么本节课当中大家要注意就是针对我们滑动的一些事件的监听 我们在这个seedbar自定义为友当中定义了这个监听事件 并且这个监听事件其实就是为了传入 根据滑动位置的锁引 做出处理 那么怎么进行处理呢 首先你得先拿到这个字母的一个锁引 那么拿到这个字母锁引 我们直接去拿 没有办法拿 因为它是一个view对象 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它里面的一些坐标值 来算出咱们当前seedbar数组当中的一个字母锁引 这个值就是根据我们当前点击的一个外轴坐标 除以咱们的一个整体的值 来拿到我们当前的一个锁引位置 然后根据这个锁引位置 取出咱们对应的一个字母锁引 传入咱们的一个untouch later 趁着到这个监听当中即可 好 这是咱们本节课当中给大家讲解的一个 根据我们字母锁引来找到对应的一些程式 并且呢我们在点击这个 你比如我们在点击青岛 回到首页当中 它也是拿到我们当前的一个青岛位置 OK 那么本节课呢 咱们就讲解到这里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麦子学院更多精品课程